大家好,我是徐玉兰 欢迎您收看9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首先来看到0918地震渐满一年 花莲县政府展现了灾后重建的坚韧决心 不仅是全面推动基础建设和硬体设施的新建计划 县长许正位更是协同了立委副昆旗 持续地向中央争取经费挹注 以实际的经济资源来帮助受灾民众走出困境 让花莲乡亲们早日回归正常的生活 县长许正位表示 台湾复合式带任凡多 尤其花莲县未处于强政以及强台的区域 应该做好事前的以防工作 感谢慈激慈善基金会 财建慈善基金会 以及志工朋友们挹注心力 协助民宅的重建以及修缮 还有立委夫婚旗 其不断地与中央各部会聚集中协调 让各项工程经费顺利挹注花莲 以及花莲县会 以及各界都支持在后重建的工作 展现了大陆桥梁以及公共设施 将改善南区的交通 为地区繁荣带来助力 创造一个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 去年0918强政造成高流大桥 轮天大桥与其异常大桥倒塌 此刻上以及60单山产业道路 多处发生大规模崩塌 最后在现场许正位的积极争取之下 新政院在两个月之内核定18亿的费用 拥有修缩高流大桥 轮天大桥与其异常大桥重建经费 新福也施作临时变桥 供乡行日常通行使用 明载修户部分 慈激受理291件 其中慈激修缩162件 自行修缩128件 共完工290件 安心物捐赠297户 财机店共受理267件 全数以及完工 新福也启动复建机制 足以现康复理60单山 预理证知课3在后的位置 汇整提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 审理之后 获得净两预言的办理复建工程 历经规划设计 以及提报行政院农业委员会 所得保持局审查等阶段 包含货内政部核定的2560万元 补助预理证以及复理箱 厦内并占管理设施 以及450万元补助办理都市危险 以及老旧建筑物加入重建辅导团 并将持续向中央争取 老旧建筑物耐政部奖计划的补助范围 放换到一般透天住宅 并且提高补助比例 与融结的奖励 扩大受益民众的范围 记得就好 欢迎收看